画翅膀的时候 我们可以捞到这负雨的位置 这是二三列飞雨 一列飞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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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勾了几个局部 就讲讲一般鸟在着色的时候都要染墨 很多鸟黑的比较多 另外它很多翅膀也要生的 那么我们在传统画法里边 为了跟这个墨 山石 树木 比较统一 先做墨染 墨染出来的效果 比较厚重 如果没有墨染 鸟直接用原先染的 常常容易显得比较单薄 那么比如说嘴 如果是鸟是黑嘴 一般有两种染法 一种就是说 质染上边 沿着上它这条线 放墨 然后到下边呢 染亮 啊